周末过得我想大家会有一点点压力会很紧张 你看到不只是不只是全球 包括台湾在内的病例数都都在快速的上升当中 但台湾还没有还没有面临面临到那个失控的大失控的爆发期 不过我还是还是要保持一贯的提醒 我觉得那一刻是一定会来的 那虽然我们的我们的防疫期做了久 那我们的一线二线也都一直都很紧绷 可是因为在在过去一段的防疫的过程当中的一两个动作 我觉得做的我不知道为为什么 所以今天看起来那可能那不小心 让整个防疫的出现了重大的破口 好那特别是美欧的部分了 美欧的尤尤其是对于对美国的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你完全的 似乎以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所发布的疫情 尤其是美国跟日本 尤其是美国 日本到现在为止 我昨天朋友从日本的发给我的画面 因为樱花开了 所以这些日本的民众呢 还是还是毫无距离的 毫无防护的 毫无保留的 还是去赏樱花去 那照例在很多的这些赏樱的地点 公园里头 周末的时间打满了帐篷 然后大家还是一派正常生活 那讲好听点的是跟 是跟这些新冠肺炎的拼了 我不怕 跟你拼了 可是实际上来讲 可能是对新冠肺炎的警觉性啊 还不够 那日本现在当然面临到的 接下去在在国际社会 美国跟日本大概都有都有 都有一个重大的变数 是目前我认为还不能说确定 一个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今年的东京奥运 还能不能够如期举行 我们常讲说如期如值 现在已经不可能如值 按照原有的规划品质去 去执行 已经不可能 我也不知道日本 日本政府 现在官方怎么想 现在已经三月底了 你看到呢 大部分国与国之间的航班呢 都已经停了 当你最乐观的推估就是这些航班停了各国呢拿出他最强大的一个一个防疫的 动能付出最大的代价 那像大陆一样 大陆现在比如说刚结束了这个周末 昨天的我还没看到星期六的时间全大陆 只有新增一例的本土的病例 那基本上面的所有的 呃包括我看到的武汉 因为我会 我会不断的接接收呢 接收呢大陆的这些的这些的疫情的视频 去了解一下的实际的情况 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视频很有很有参考价值 比如说呃呃一个日本朋友发发给我的那在南京在南京的也从事从事商业媒体工作的 日本人他们就想要拍一段让日本人开始做好准备 那让他知道就说在他所在的南京南京大概也有八九百万的人口也也是也是个大城 那过去中华民国的首都好在南京呢他的防疫呢是怎么做的当然南京你放大的全国大概都都差不多 他让你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大陆的防疫可以在在武汉大爆发之后的一个半月的时间过了拐点 然后现在呢突然间荡下来之后仿佛没有事一样 那刚结束了这个周末呢武汉的许多的许多的这些呢虽然还没有全面解禁 但是陆陆续续在这解禁 很多过去不能够做的采买 现在只要量量体温通报健康码刷码之后 那已经可以开始进行 那我看到武汉许多的这些的民众的兴高采烈的就是他还是做的防护了口罩啊等这些免不了该该交代的该刷码的该填报的资料都要到填报 那会有点麻烦 那 这些呢其实我会建议啊台湾的台湾的尤其是服务业的机构 尤其是从事服务业的机构 那甚至一些的政府部门 你应该去看看这些视频 因为 因为那个做做的真的很落实 你看到那个日日日本人拍的他他分成几个几个段落 包括他们居家是怎么做的 社区是怎么做的 他们的卖场是怎么做的 他们的风景区是怎么做的 最后拍回他自己办公 他办公室是怎么做的 那 他要去南京的夫子庙 比如他去南京的夫 夫子庙 到了这个夫子庙的门口的时候呢 发现了那个夫子庙那个是南京的最重要的景区之一 那被挡住 挡住了之后呢 发现每个人也不是完全说入口只剩一个 你要进出的时候呢都必须要 都必须要填报资料 那要刷健康吗 那他跟他讲说 我是日本人 我我没有我没有身份证 那那可不可以进去 他说他他check了一下 就是 相相关的这些呢 SOP 不可以 不可能我不是从日本来的日本人 我是在南京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日本人 他就开始通报 通报了半天之后呢 还是不可以 好 那这个这个这个在当地的这个拍拍摄日本朋友说 那个管制真严格 那他带着他的助理 去一些餐厅去试试看那个餐厅的是怎么管理的 那个那餐厅基本上面所有的餐厅的进出都是单一的入口同时呢都必须要刷码都必须要填报填报资料 确定这身份之后呢才能够进进出 绝大很多外带同时你电话外带的时候呢 上面的都会 都会呢贴上的特别的这个sticker 他们很多的这些的餐饮的有外带服务的 麦当劳啊等等都一样 那除了呢除了消消毒在门口就是告诉你前一波的消毒什么时候进进行 下一波什么时候 然后里面人非常少 但是呢所有的 所有你外带的餐点上面来讲 你打电机台的那个sticker包括了乘坐的人人员呢是是谁 那这个袋子呢有有哪些人接接触过 通通的都在都在上头 好那个那个管制跟登录呢是非常非常严密的 那他说因为当这个这个日本的日本的这个 这个就是 拍摄视频的这个这个朋友 那视频有七分多钟吗我就就不放了 他就说 南京他为什么很多天的时间的都是零确诊 你看看他们怎么做 但他拍的他无非是要让 让日本人的日本人知道一下就说 你不要掉以轻心啊 今天的今天的中国大陆的 的资讯 你可能第一个掉以轻心 第二个你可能会会会觉得我不相信怎么着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的之前的八万多多例了然后现在当下过了拐点之后呢现在一例 其他全部都境外移 移入怎么可能 那他是他他拍给你看 他说你要做到像这个样子 那那那很难 那很难 这也是为什么像意大利的疫情美国的疫情 意大利现在的 现在的现在死亡人数 已经远远的超过今天又增加了六百多例前一天七百多例 死亡了我讲是死亡了 不是确诊人数啊 死亡人数了 七百多六百多 那个 太可怕了 那虽然浙江的 浙浙江的 他们开玩笑讲大陆他不是正式的官方的讲法 大陆的民间就说这一省包一国 就是有一些的国家需要的大陆的大陆帮忙 他们就一个省区一个省区的派派专业的医疗团队去 那浙江在这波的防疫在我们当面对面的浙江这波的医疗防疫是做得非常好的 所以呢浙浙江的这个 就是说专业的医疗团队就就去了 去了之后的业金进到了这个 伦巴迪大区 进到了伦巴迪大区里面的 这个 收治重症的医院里面 那现在的开始所有的操作 到我昨天看到为止呢 意大利的官方现在对于呢 对于就说呢 这个大陆的专业团队的建议 几乎是严厅严厅寄宠 就基本上完全的都都照着做 那意大利虽然现在的死亡人数 单日死亡人数六百多 仍然非常的惊人 不过 有一点点 到了高高峰期的味道了 那开始慢慢的有一点要降温的味道 但是美国的部分的还没有美国 美国的会会让觉得觉得有点 有点有点惊悚的 看一下这些的 数字好了 美国的美国的这些的这些病例数 我今天早上在看到的看到的病例数 仍然是 好美国能到到今天早早上的时间 那病例数当超过超三万 三万三二七一七 三万两千七百一十七 昨天一天的时间了 美国的增加了七千两百二十四个病例 那最新的病例数 其实又又又又增加了两个两百多 已经到了三万三了 死亡人数的已经四百多 或者死亡率的超过百分之一 以现在的确诊的病例数来讲的死亡 死亡人数的已经超过百分之一 治愈人数却很少 治愈人数就一百七十八个 那这个数字的意义在哪里 治愈人数一百七十八个 呃 我从我从我从三月三月初 我就一直在提醒 我除了 我除了怀疑就是 这一波的疫情 的源 就是呢 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 美国 我不说美国的官方 刻意隐匿疫情 而是美国应对疫情的态度 他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现疫情 因为去年二零一九年美国陆续的发发生了几波 不管是流感 或者是白肺病 这些到目前为止 我知道美国现在公卫体系也没有力气回头去呢 去追去追溯了 这这些的 这些的当初呢 去年觉得莫名其妙的病 他就是集体发发生不明原因 那因为都在肺部感感染 那个呢那都是早在早在武汉呢 武汉的这个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 现在已经不是追溯这些 而是美国的公卫体系呢 其实对于这波的新冠疫情极为轻忽 极为散漫 我一直说把散漫当浪漫 觉得好武汉爆发了之后呢开始了不断的抨击大陆不断的抨击武汉 今天呢今天有有有美国的有一个有一个网络的媒体呢曝光了这一份的我文件的这份的文件说呢白宫跟他的国安的单位 在在密件里面来讲的就是 呃对外的言论的口径要一致同时呢把所有的责任的都往大陆身上推 当这这份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美国的官方的确认 澄清或者是反驳都没有 但是我只是说这些呢都会是这波的疫情发展到今天尤其美国很明显的失控美国 美国的纽约州呢当然是重灾区纽约州现在三万多的病例里面大概有一半了 在纽约州 那 华盛顿州也已经宣布 现在的也已经是也已经是重灾区 好那 加州的情况的虽然还不行但是加加州病例数呢也在在在增加当中 全美国每一周呢都都沦陷病例数一天的增加7000多你可以你想见他的高峰期呢 还不还不知道在哪里因为 检测数量的是非常少的 甚至来不及检检测 那我刚讲的这个数字里面 如果你关注美国特别在美国的很多的华人朋友们我们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我顺便看一下好了我们的 我们的听众不管是透过收音机或者透过App或者是透过呢我们的YouTube平台上面 那YouTube平台上面的现在有五千五千多位的观众的在在上头 在美国的朋友我都为我提醒提醒我们的听众特别留意下因为 两个两个两个重点第一个是 不要相信快塞 现在的现在的所谓的所谓的快塞 你你经常比如说我我待会会提到的台湾的台湾的这个养护机构的护理是确诊的第一例 这个就就让我更担心了因为 因为他跟 他跟 北加州 刚爆发的 一开始爆发的那个 那个 我们做的护理机构 一样的那个护理机机构 死了一片了 那 在护理机构里面你想会到护理机构的 一定是老病啊 那同同时可能照顾人比较少的 好那但是 又又为了让你晚年不寂寞 所以大家大家的互动的流动性的都很高 台湾也一样了现在养护机构大概是这样 但是你说 那现在的确诊的只有这个护理是其他人的现在的现在的在昨天前天的去扫了一遍周下都阴性 第一个我对于快塞 能够快到什么的地步 第一个你能能能多快你能塞多准我都是一个问号 我相信了我们我们的专业的医疗体系这个防疫的防疫指挥体系也知道 不管快 或者是准确大概都还有也有问题 所以呢只好一塞再塞 那第3的阴性不要太有把握 因此呢现在的现在的快快塞没有这么可靠就跟 就跟我们的流感 流流感你说经常的就怀疑你流感塞一下 塞一下之后你说那个准准确度送上去的百分之之百没有 就说那个那快快塞的能够塞出来大概六成 好然后 第1个就说对快塞的现在所有的有关于快塞机制第1个在美国 在欧洲 在在美国很明显的 他塞不深深塞因为已经大爆发了 他的公卫的医疗体系现在的当中川 特朗普川普 连他的联邦的国民军 那都都出动了 那 换句话说现在在人力上面的都都是非常的紧缩的 我刚讲第1个就说 快塞 根本就不够塞 所以有部分地区像华盛顿州 都已经在提醒第1线的医疗人员如果是轻症的 算了吧先不管了先去救救那些先去救那些重症的 你轻症的就先不塞了就是第1个你的准确度有问题第2个 现在的 现在的所谓的所谓的快快塞的 快塞的这些呢 设备 其实 他的套 就是一套一套的这个就说快塞的这个这个这个的组 那其实也不够 所以呢 都建议就说有些轻轻症的算 但是他们又没有又没有收收又没有设中纪中纪收容就像是武汉一开始所说设的那些方舱 那些方舱的就是中纪收容 中纪收容今天回头去看对的就是 你千万不能让让轻症的待在家里 轻症的待在家里面 你几乎就是要让一家 都感染 而一家感染的时候的轻症在家里面其他的家人前前面的几天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前面的家人照样正常进去做出出出出 可是他可能被感染 他可能成为代言者 好了除了快塞的快跟准确都有都可能有问题之外 第2个 你看到美国到现在为止 他的治愈率其实是低的 他的治愈的就100多 死亡人数的300300多快400了 那 现在的确诊的人数的一天的增加呢增加7000多增加7000多的一方面表示 表示呢他的筛减速度的再加快 再来表示他疫情的扩散的已经 已经的近乎失控 好那我讲就当他的治愈率低的时候 他在告诉你 那个传说当中的神神药 叫瑞德西伟 没什么用 那个瑞德西伟 我们一直都在等那个神药好像那个神药到了 只要的我们自己可以大量的和合成之前中研院吧 合成一公克我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好像的取得了取得了取得了神神药 拿到了天山雪莲一样 可是你从美国现在 他的治愈率这么低 他的他的爆爆发这么快 他的死亡数这么高 这三个数字摆在一起 我就强烈的怀疑那个叫做瑞德西伟的 没有太大作用 在面对重症的时候没有太大作用 当然他是抗病毒药物了 他是他是当初是为了 应该是2015年16年为了伊波拉病毒 那所开发出来抗病毒药物 好但是现在 现在现在的讲法 呃 我我上个礼拜五有有提到 他们现在似乎觉得 魁宁 就是治疗瘧疾的魁宁 似乎呢对冠状病毒有疗效 现在呢正在研究准备把把把冠状病毒把魁宁了要投入 投入了当作是一线用药 这些呢当然都是专业医疗的问题 我我我只是看这些新闻资讯的把它把它兜兜在一起 那用魁宁 的话就说来说来长了 呃就尽量不去谈那个那中美中美之之间有关于病毒病毒起源的那个那争论那个呢你会听到非常多的政治口口水 但是我还是强烈质疑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值得一个月 当一个月前的大家你你会到现在为止你认为说那叫做武汉武汉肺炎的叫做中国肺炎或者说的当中川把他的这个演讲稿刻意改了 那看到就说是我当努川把他改成Chinese virus 当台湾我我说在台湾有有有很多人的那个脑的脑袋是有问题因为他一听到全天他说I'm not Chinese 但台湾 会有很多 觉得 要撇清这自己Chinese身身份为傲的讲起来说I'm not Chinese还带着某种的骄傲感 我只能说那是神神经病 那好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 到底这个肺炎从哪里开始的我已经值了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现在不是去追溯的但就像我刚讲的不管是魁宁也好 或者你知不知道新冠肺炎发作出奇的症状 其实跟瘧疾 蛮像 这这些其实 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进一步的去 发了就说了整个的整个这波的新冠肺炎的流行病史的这个这追踪的回溯式的追踪的调查 你知不知道就是 在 去年10月 在武汉所举行的这场号称为军人奥运的世界军人运动会 武汉所举行的这次的世界军运会 美国派来的这个代表团 你们连运动员连周围的防护等等200多个人200多个人在军运会的那10多天的时间里面有5个美国的军人 到了武汉的一级医院去看诊 而当时 武汉的一级医院的诊断 诊断 认为他们是瘧疾 当这些后来回去了 现在的健康情况以及后续的身体的追踪没有人知道 大陆方面已经的不断的呢已经甚至有人在发动的联署请公布 当初出参加武汉军运会 得这些的美国的军人 已经的防护人员 他们现在后来后续的身体的健康情况让大家更了解一点 已经有人在发发动联署要求公布这些的数字 我只是说 军运会 美国军人看诊 瘧疾 魁宁 这些的你把它摆在一起之后 他是一个理解理解事件的box 他不是最后的答案 但是他是一个合理怀疑的box 那这个box什么时候的能够的解开 还不知道 台湾方面的问题是另外层面的问题 台湾方面的问题刚结束的这个周末 你看到的病例数现在都是十几二二十几在增加 台湾接下去要面对的情况 进广告回头再聊 8点34分27 17秒好那我刚才看到我们的我们的听那么流化说呢我现在在旧金山的运动中心的很多人呢都在做运动 好的做运动 然后很好了但是我的了解就是很多的这些的健身房运动中心的都关了 啊 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这个专业的专业的警告呢你提醒 有人会说 他家路你又又切到手了 没有 我不是切到切到手 我只是这个 有一点这个 在在 搬东西的时候呢 指甲的 挖到一下 有一点的甲床分离 所以把它抱一下 大家看得太清楚了 好然后 你在你你即使像是 刚结束了这个周末 照例啊许多的卖场的塞爆 真的没有没有必要说不需要采买到这个样子 那种那种的恐慌 说实在的 真的没有必要 我只有提醒我们的我们的官方机构啊就是在下一阶段防疫的时候呢不是只有陈时中的事情 不是只有出来开记者会告诉我有几个病例然后呢然后本土有有几个境外的移入有几个然后呢在这追踪隔离的有几个 已经不是光这些数字的问题 你必须要开始对于大规模的社区感染发生之后的台湾的社会的需求要预作预作准备 我比较担心的是物流 我比较担心是物流 就是 当我当我的困在家里面对了你你今天你在大规模的采买你买了很多很多的罐头你买了很多的 卫生纸这些的保存期限可能的最少的的两年以上OK的但如果你是要你上生鲜蔬菜或者你就是人闷到受不了了你就想要出去走一走吃东西 外面的空气的你但是你又不相信 这个时候的物流采购那是很重要的尤其有有许多如果是高危险群的老人家了等等他可能要待在家里面 那这些采购的物流 如何能够的畅通同时的又避免疫情的扩散 这些呢都要准备我刚才说我我我周末看到的这个就说呢日本人拍的这个视频画面 这个视频画面 呃里面看到就大陆的防疫的现场他的第一线的每个每每个动动作因为他是很随机拍的 他不是官方却宣传 他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一到的时候呢就就开 就开机就开始拍 所以呢所有跟他的这些 在管负责管制的这些人员的应对等等那都是呢那都是 那都都是呢 都没有彩没有彩排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管控能是怎么做的那应该是很很严格很落实的 好那 你如果到 到这个采买的地方去 提醒了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呃 你的推推车 手手推车的把手 你想那个卖场人这么多东西大家搬来搬去的那个手推车 你在你在卖你在卖场的 因为 我去卖场的时候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注意到 卖场有没有在 在很很多的点上面都涉酒精啦涉涉涉涉涉涉这些的清洁 我很担心啊就是 即使一般来讲卖场大概都会针对他的手推车大概都会有基本清洁 可大家摸来摸摸去的 如果你能摸电梯 就像我刚我刚讲到的那个视频里面大陆他们这段期间里面在电梯里头 都会有一个小垃圾桶 同时的也都会有有 所以随时的都有呢 都都有一个 一个抽抽取式的小小面子 这这他在视频当中的提到哇这个都都做得很很很仔细啊 那那个小面子干什么 你进去的时候你要按电先抽一张 先抽一张之后呢 隔着面子去按电梯按了之后呢然后揉掉之后呢把面子丢了 OK这些呢都有在大概考虑的时候你到卖场你有注意到这些吗 那你要特别注意 在大陆他们的计程车计程车呢 每个车行 那前后呢前后就是 前前座已经不在客了 那后座跟跟前座 现在的都都完全的都都是比照像防护一样的那种的交交条的防护 就是你跟你跟客人 呃跟跟司机的是可以讲话的是不是给听得到的 可是呢整个的都都是封闭的 换句话说呢你进到计程车之之后 他们叫做 叫做这个就是滴滴车了 那进到了进到了这个 这个计程车之后呢你后座的这个cabin 基本上面的都都都是封闭式 跟司机呢 是没有没有任何的任何的这种的 互动的 好但是还是有风险为什么 你车里面的空调 你车车里面空调不可能分离 那当你你说除非的我把空调的都给都给封了 这些都是在防疫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小的弱点 但是也是下一个阶段在准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 好再来呢财经数字的部分的也很重要 因为呃美美股 上个礼拜的台台股是大大涨 那那大涨基本上面因为 反应美股的指纹 好但是今天呃 在看到的时候呢你可能又不会太开心 因为因为因为日韩日韩股市的是背道而驰的 那上上个礼拜因为因为美股的指纹 所以呢雅股的也都大涨 那像香港恒生指数的大涨一千零九十五点 我讲就陆港股涨的是有道理 因为大陆的兵力数 其低 基本上面的全全全全地球现在大概的最稳的一块的大陆 他包括了出入境 你看现在 他的入境 那个消息应该应该是确定的吧 就是未来一段时间 所有的国际客要进出大陆 你如果你你是航空路线进来的 只有一个进点 就换到其他的城市的全部对外封闭 只有一个进点在这上海 就是由上海的机场来承担 所有的国际客要进入到 大陆的唯一的进点 都从上海进来 进来在上海统一检疫 检疫完了之后你要到别的城市去 你在他大大的国内航班 都已经做到这样 那 因此呢大陆总体来讲他现在疫情的管控的是成功的 那他的SOP 我看到我看到了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呢 马云他们的机构的也已经 也已经把这个SOP呢 像是一本的一本防疫的 Bible 圣经一样 然后翻成各国的语言 然后在网络上面的可以让大家的自由的取 好那因为陆港股的涨是有点道理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股市都应该这样的涨 涨法 欧美股市的部分 上个礼拜五礼拜六的时间 美股呢还是继继续杀 换句话说呢上礼拜五雅股收盘 台股大涨完了之后 美股呢还是继续杀的 英德法三国的股市呢是小红 呃也不能说小的小红就英国的英国英国 英国涨39点是小涨的德国涨3.8 法国呢涨了百分之五 但是呢 当欧股收盘了之后呢美股呢 后半场的就开始出现急杀的走势 因为上半场美股呢是 是撑在红盘之上的 但中场之后呢美股呢就开始出现急杀的 收盘的时候道琼再跌了913点再度破底 道琼的剩下19173点 那你说今天呢 你你看疫情你与其呢与其呢看 看股市 看华尔街 你不如看疫情 你不如看新冠肺炎的扩张的情况 他还在持续快速的恶化当中 美国的公卫的体系是有崩盘的压力的我刚讲 他的那个神药现在看起来没有用 那同样的他的他的快塞 既不够快塞的也不够准 因此后续呢还有很很多的难题 那当中川普现在每天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那个 神情枯搞 虽然他的民调啊 不跌反身 为什么这跟这跟台湾的政府是一样的 人在 人在瘟疫当中的时候啊 不知不觉当中会有巩固 领导中心 但是我刚讲 接下去有 美国跟英国各有一个一个变数就是 东京奥运 到底还 会不会如期如 如止 如止 不可能会如期举行 这个很大的问号 另外一个 美国的民主党的初选 已经接近尾声 看起来就是 九百等 可是 你认为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会如期举行吗 有没有可能 迪雷 迪雷一年 有没有可能迪雷一年 如果迪雷的话 当那个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紧急性情况 当中川 OK我不急我慢慢跟你好 那 如果如果迪雷了 就连总统大选都因为疫情的关系都都迪雷 因为要投票啊 投票每个人都得到投票所 那 美国的美国在连投票上面都不是很很先进啊 他有很多方式的都还是非常的古老的 在过去我们或许会觉得说有网络有这时候的 会不可信 可是 你说仔细想想如果碰到疫情这种情况的时候 有许多还真的得要透过网络来进行 好了 那呃 因为美股的上个礼拜六凌晨收盘道中跌九百一三点 S&P500再跌一百零四点 NASDAQ的跌了两百七十一点 都还是都还是重重挫了大概四点多个百分点 刚开盘的雅股的日韩日韩股市的一红一黑呀 日经指数的跌一百二十一点 涨一百二十一点 现在涨幅百零点七三 可是韩股重挫 韩股呢 刚跌了一百多的多点南韩中国指数我很少看到这样跌 他的疫情都已经控制住了 但很少看他这样跌 那现在还跌了九十六点跌百分之六点 一七呀 国际股市的大震荡的是还没有结 数的 好这些呢放在放在心心上 那 刚讲就是台湾 台湾台湾方面 方面现在已经 已经不太在乎那些所谓的境外移入了 因为 全世界现在都在一种的 一种 美丽话讲 日头券 美丽人 国际 管管不了这么多了 先自保 那先自保 所以呢航班的大砍 东砍西砍的 几乎呢每个国家都成了孤岛 那美国的现在就算他不砍人家进去了航班 人家也看你出来航班的美国现在已经的已经陆陆续续 都开始进到了重灾区 那 但是 对台湾来来讲 Late 就是 我不知道过去半个多月三个礼拜在干什么 就是 你看到美国的疫情 即使隔着太平洋 文也文的文的出来 他根本就没有在做管理 因为他太轻忽了 当你每天看到的是 当川普这样的总总统 你回头去看当川普从今年一月二月 尤其是三月以来的每一天的讲话 他除了 他除了跟在野党的在斗嘴 他除了呢在在在跟媒体的在斗嘴之外 他每天对于疫情 的基本的你你听这个总统讲话的时候他连 他连他连这波疫情的基本的常识都不太够啊 那 现在当还好就说 他以及 他的 副总统 迈克 两个人的检疫呢现在都都呈现阴性 但是我还是强调 就是说 不要看到他们是阴性 就觉得 稍微松一口气 总共认识美国总统 副总统如果说也阳性 那当然是很震撼的 的事情 可是我刚讲 美国的快塞 不够快 塞的 可能也不够也不够准 所以不要太当回事 基本上你还是要存疑 那现在已经有大量的从国外能进来的 进来的病例 你看 在过去几天的时间 每天发布的几乎而且第1个就是绝大部分的都境外移入 而境外移入的呢还不是少数的两两三个点 五花八门 几乎从世界各地进来的都有可能 是境外移入的病例 你就知道现在 台湾以外的情况是怎样 你在各个地方 你都有可能 会染上了新冠肺炎 当然有没有可能说 飞机上也有可能啊 可是飞机上绝大部分的航班 他终究 终究也大概就是 从比如说从埃及出来的埃及 好那他可能到 到到这个到伊斯坦堡转转机 或到哪里转机进来 基本上也大概都同一个区块的人 现在国外的疫情真的就是 没有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了现在欧洲你只知道意大利 一塌糊糊涂 意大利我只希望呢他能够像韩国一样很快的把死亡数呢压压下来 那 你看到了法国 西班牙 连德国 上个礼拜德国的总总总理 梅格尔的开记者会那个语重心长 你再回头去看 他记者会刚结束 德德国的病例数就啪 就开始呢 大的往上跳 就知道他们都都闻到了那个味道 疫情已经失控 好那台湾现在呢 大家呢他当海还是稳住守守住了 可是 你看到境外移入病例数这么多 政府所有对于这些境外移入以及的接触者的这些的管控隔离的监控 的能量 已经到饱和点 我甚至觉得已经over loading 你其实 已经没有能力 再对那些 境外移入者 第一 就是境外刚境外移入的这些呢 这些的case 或者刚入境的受到这些呢 居家隔离的这本人 大概都还在这受控范围 可是他的第二线呢 他的家家人呢 或者家人以外的其他办公室的人 那个呢其实慢慢的都已经都已经失控 这是为什么台湾一定要有下一阶段的防疫准备的原因 那我相信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也在对下个阶段做准备 我只是说 这个的准备 很复杂 比第一线的 死守在医疗的第一线 死守在境管的第一线 死守境管死守医疗 那个都还比较简单 相对而言 比较比较简单 虽然医疗人员尽管人员是很辛苦的 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说 到了社区的大规模的感染 疫情的开始失控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才是真正表现政府效能的时候 那这个阶段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刚讲就是说 第一例的这个养护养护机构啊 因为昨天养护机构的护理是因为有三例的是本土的 那养护机构的护理师的确诊 这个 再几天看看吧 那 希望呢 真的像像是 因为 陈时中部长呢做了一件 呃我的我的第一时间对的事情就就就是 当着护理师呢确诊了之后他很快的到了这个护理机构去 那当时安定人心了把所有人的都都开始了做快做快快塞 然后呢做的检疫做隔离 目前为止都阴性 希望的都都保持 但是每个人在这个时刻因为 因为疫情的那个大爆发 希望他不会来 但是 他已经在门口了 他已经在门口了 所以 不要掉已经清新 这是为什么在大半个月之前 我的一些在大陆工作的朋友们 他们 陆陆续续回回大陆去 幸好他们早回去 现在回去 他们现在如果是现在才回去 有很多就不回去了 因为回去要隔离14天 他什么都不能做 那之前当两三个礼拜前我在讲 我一些在台湾的在大陆工作的朋友们 陆陆续续先先回去了 他们在当时算开玩笑讲就说 我说你干嘛要回去 我说大陆疫情的还没有还没有过 他 凭他们的嗅觉 他觉得大陆比较安全 让他们回去上海北京了 上海基本上防疫做做得很很好的 就跟浙江一样都都是做得很好的 那但是现在在在在回头去看 那时候回去是对的 除了大陆现在真的疫情是 是最安全 第二个 如果现在再回去 那个隔离检疫的是14天了 搞得搞死了 所以 台湾自己把自己的防护工作做好 然后看看人家的是怎么做的 另外对于所谓的先进国国家 你不要在在抱持的幻觉 美国已经的是一个 我我上个周末已经提醒过在 在美国的 华人朋友们当里面有很多的台湾人 不是只有在在美国 澳洲也一样 那这些地方 当澳洲因为基本上他有枪管 还好 可是 你看到在北美洲 你看到了 在美国 华人不安全感 对华人的攻击事件的越来越 越多 你不要说那个那个攻击的是 全 我不是全 不要神经病了 就基本上面 对于华裔对亚裔的攻击事件会越来越越多 因此 除了 除了防 疫情之之外 你还得要防着这种的 这种的 因为 种族的歧视 仇恨 有一个总统在带头 这种的歧视仇恨 所造成的 这种的社会的 安全事件 那华人现在 还蛮紧张的 那我只能说注意 注意疫情 也注意周围的情况 进广告回头了 8点55分的38秒 这 过去的这两个 现在现在讲都 都太晚 当我们政府部门开始有动作呢 对于美欧 尤其是美国回来的这些呢 这些逃难式的 那种的大大逃亡大逃杀式的这种的这种的回国不不是只回台湾亚洲的许多都回来大陆也一样 这些的回来的回来的就台湾人甚至有些外籍人士 开始开始进行进行比较严格的管控跟检疫 那 陈时中部长的也说的这个当当就是海外的台湾人这些留学生的受受困的时候 母国就台湾怎么可以抛弃他们我们当然是要照顾的这个观念是对 对的对的不得了 但大家难免会会问说或或者会问说 那当初的武汉的台台包呢 武汉的台包怎么没有听到我们的部长发出这么的深沉而且正确的声音 武汉的台台包我们怎么可以抛弃他们 但今天你回头去看 幸好抛弃了他们吧 也也许我我估计了再过个半个月左右 也许会有很多武汉的这些的台商台包 会发 幸好你不用来接我了我现在就待在武汉就好了我现在就待在湖北就好了不用接我回回去我们又要回去了 我相信这种反逢的声音的再过个时间半个月大概就会听到 但是我只是说 我们的一致性的标准在哪里 当大陆有疫情的时候 你说 我们的口罩呢 暂暂停出口不给大陆 美国却送的很开心啊 连巴拉圭都送了 你说那个是我们邦交国 可是那边 是血浓与水的同胞 而且是疫情的重灾区 当你把把这些呢救援的物资 给美国 给巴拉圭 但是低声不给大陆的时候 你的逻辑 由闲金查院长